哈喽大家好 今天阿华来老板这个果园里 给老板打工了 坐下来休息会 在这个路边上 发现了非常多的这种下枯草 这个全部是野生的 现在正是这个下枯草开发的季节 看一下 还这种紫色的花 非常的漂亮 这个下枯草 每年到了那个七月份的时候 就会枯萎啊 快干的感觉 那种时候的药性是最好的 之所以叫下枯草嘛 一到夏天就枯萎掉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路边上 还有这个坡 坡边上 那里也有好多 像我的话每年到了夏天 也会采摘一些 会去泡水喝 这个下枯草的繁殖是这里面老了以后 会有那个 种子啊 可能是当时的话 掉在这里了 所以这里 一片一片的 到时候直接采摘的时候直接把它拔出来就可以了 用水洗干净 晒一下 然后就可以泡水喝了 如果这个下枯草放点那个糖的话 非常的好喝 其实说白了 我们那个 王老吉 还有那个加豆宝 这个下枯草的成分也是占 几多比例的 自己家里放点糖泡的话 一样的 挺好喝 那个味道是 差不多的 朋友们你们那里应该也有这种 下枯草 这种草还是比较多点的 但是它的药用价值还是比较高 它不仅可以清热解除 还有利尿 降血压 这些功效 非常的不错 但是对于那些 贫血的人 还是 不要大量的 不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朋友们 想要的话也可以 私信 再见